中国历史上一共有422位皇后 可你要问谁是第一名 史学家会告诉你邓隋 邓隋是谁 她为什么能够被称为皇后之冠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邓隋是东汉时期汉河帝的皇后 她出身豪门 爷爷是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宇 别看邓隋家世在当时数一数二 但她身上丝毫没有骄纵之气 反而性格温和坚韧正直 后汉书《邓皇后记》里面说 邓隋五岁的时候奶奶亲自给她剪头发 但是因为奶奶年纪大了眼花手抖 一不小心划伤了邓隋的头皮 但是邓隋一言不发 身边的人问她你不疼吗 邓隋说奶奶给我剪头发是疼爱我 我不能让她着急伤心 所以就忍着 可见这邓隋从小就贤德 懂得体谅他人 而且邓隋从小就喜欢读史书 从他十二岁开始 父亲在朝中遇到什么样的难事 都喜欢和他商量 可见邓隋的才能 因为资荣秀丽 才得出众 邓隋十六岁就入宫 成为汉河帝的贵人 几年之后 当时的殷皇后实行巫蛊之术被废 二十一岁的邓隋成为皇后 邓隋一改以前的风气 力行节俭 就连贡品都只要求进贡止末就行 这就是在她的鼓励下 这期间 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然而邓隋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后之冠 还是因为公元105年 汉河帝驾崩 二十五岁的邓隋 开始以太后的身份 临朝称治 十六年的时间里 先后辅佐汉商帝 汉安帝两任皇帝 而且这俩皇帝还都是右帝 可以说邓隋履行的 其实是女皇帝的职责 但是邓隋之所以 没有像别的把控朝政的太后一样 受到后世的诟病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治国才能 邓隋执掌朝政之后 内忧外患可是不少 公元106年 发生了陨石撞击和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紧接着又发生地震和蝗灾 全国各地流民遍野 后世有人统计 这一年的天灾 夺取了将近五百万人的性命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害 面对这样的局面 邓隋迅速下令 首先是缩减朝廷开支 甚至要求朝廷官员不得吃精米白面 就连邓隋自己 每天也只是小米加蔬菜 而且只吃两顿饭 同时 削减宫女的数量 节约后宫开支 省下来的钱财 全部用于赈灾 任何人不得贪污 否则严惩不待 在邓隋的带领之下 灾害造成的饥荒很快过去了 但是邓隋的勤俭之风 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除了勤政爱民 邓隋也有雷霆之势 也是这一年 因为东汉国力虚弱 南匈奴趁机发动战争 妄图占领中原地区 邓隋临危不乱 善用人才 仅仅一年就派兵征服了 鲜卑 乌环和男匈奴全境 邓隋虽然是以皇太后的身份 临朝称制 可是并没有纵容外戚势力 他的亲哥哥邓智为人低调 从不随便干预朝政 他的弟弟邓康出言不逊 邓隋直接罢了他的官 赶出了京城 他的侄子邓凤违反律条 邓隋严惩不待 他掌权期间 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重 从不循私枉法 他日夜操劳国事 清正爱民 挽救威势 他执政16年 政绩卓著 东汉王朝在他的治理之下 呈现小忠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 都称赞邓隋 也有人认为他铁血手腕 当年汉和地驾崩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八岁的长子刘胜 但是邓隋认为 刘胜有顾及 直接从民间找来汉和地的幼子 刚出生100天的刘龙 扶植为皇帝 结果仅仅过了220天 刘龙就悄然离世 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 邓隋立马又盈利了13岁的 汉安帝刘户 速度之快 让满朝文武都没反应过来 这也说明 邓隋的政治手腕 比很多皇帝都高出一大截 公元121年 垂帘听政长达16年之久的邓隋 渴血而亡 驾崩之前 邓隋还颁布诏书 大赦天下 并要求和汉和地合葬在一起 邓隋从隐忍 与千宫中一路走来 又不乏凌厉的杀伐之气 对风雨飘摇的东汉江山鞠躬甚尾 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 有人评价她贤德谦逊 精于治国 也有人觉得她对权力太过于执着 您觉得邓隋称得上皇后之冠吗 融入 绝背 感谢观看